我在很多地方见过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在汉语里的基本结构是 s v o subject verb object 或者有些人说是 主语加动词加冰语 这样的说法完全正确吗 答案是否定的 汉语里的基本结构是s v o吗 答案是肯定的又否定的 不着急 我们先听几个句子 我是陶老师 弟弟吃面条 我今年三十岁 他很漂亮 看看这些句子 前两个句子 我是陶老师 弟弟吃面条 这里面有动词 所以说s v o 好像是对的 没有问题 但是后两句有动词吗 没有 今年三十岁 他很漂亮 里面没有动词 都是名词性的和形容词性的 所以很显然 汉语里面的基本结构说成s v o 是不完全正确的 因为汉语里面除了动词以外 名词 形容词也可以充当谓语 所以我们得弄清楚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句子成分 第二个是词类 句子成分指的是句子里面的组成部分 它们有主为兵定状补 就是主语 谓语 兵语 定语 状语 补语 而词类指的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介词 连词 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主语加动词加宾语这样的说法是错的了吧 因为他把两个不同的领域里面的词放在一块了 所以就错了 大家如果已经习惯了sbo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 那就是汉语里面的谓语不仅仅是动词可以充当 名词形容词也可以充当 所以下次说哥哥很高或者是他很漂亮的时候 不用在家试了 记住 哥哥很高才是正确的说法 Hello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视频 我是陶老师来自缅甸 如果你喜欢学习汉语 我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分享一些学习汉语的技巧 学习汉语的方法 还有一些教学的视频 所以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哦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弟弟吃面条 这里面弟弟是主语 吃 味语 面条 冰语 弟弟 吃 面条 煮语 味语 冰语 所以煮味冰是一个句子里面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我们在初级阶段的时候最经常见到的句子 不过随着我们的汉语水平越来越提高 我们见到的句子有越来越长 这个时候句子里面会出现附加成分 也就是定语 状语 服语 好 先来说说定语 定语是名词性中心语前面的成分 一般出现在主语的前面和冰语的前面 还适合刚刚那个句子 弟弟吃面条 那么弟弟这个主语是吧 谁的弟弟 小王的弟弟 老张的弟弟 他的弟弟 还是老师的弟弟 那些小王的老张的 他的老师的这些 就是定语 好这里面我就举小王的 所以句子是小王的弟弟吃面条 那冰语呢 冰语的前面也可以加很多是吧 那我在这里举的是小王的弟弟吃妈妈做的面条 接下来是状语 状语出现在 卫语的前面 一般修饰动词 形容词等中心 状语也有很多 但是我在这里的话 句时间状语 所以小王的弟弟 刚刚吃妈妈做的面条 最后一个是补语 补充是吧 那补充什么呢 补充卫语 补语是动词 形容词后面的连带的成分 补充说明 结果成分 时间 数量 等等等等 在这里的话 我就举结果补语 小王的弟弟 刚刚吃完了妈妈做的面条 你看 句子越来越长了 我们到了中高级阶段的时候 我们也会造出这么长的句子 不过越到高级 句子越长 越要注意主要的成分 也就是 煮味冰 比如说我们 我们从小培养诚实 守信 这个句子是一个语病 它是有问题的 那培养什么呢 是吧 少了一个冰语 答案应该是 我们从小应该培养 诚实 手信的 美德 这才是正确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了汉语单句的六大基本成分 当然除了这个基本成分以外 也有很多特殊的句子像笔字句 把字句 背字句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那些刚开始接触汉语语法的你 也包括刚开始当汉语老师的你们有所帮助 我是陶老师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